大家好,我是小勇 今天跟大家分享黑豆猪骨汤的做法 常和有强盛污发的功效,咱们先泡黑豆 100克黑豆用温水泡2个小时 300克猪骨头冷水下锅 放姜片,料酒去腥 煮开后焯水5分钟,捞出骨头洗干净 放入砂锅 加2片姜,加几颗红枣 加泡好的黑豆大火煮开 黑豆有补顺乌发的功效 猪大骨有补中益气,养血见骨的功效 这道汤是原汁原味的,不需要加多余的调料 放红枣的目的是提升口感 让喝起来不油腻 煮开后撇去浮沫 小火炖40分钟 加一点点盐,就可以喝了 也可以不加 汤煮好了 建议大家要经常煮这样的汤给老公喝 喜欢小勇的视频,请帮忙转发点赞 也请大家关注我 咱们明天见 大家好,我是小勇 今天跟大家分享评估很好吃的做法 咱们开始制作 准备用小锅 切葱花 切蒜片 准备用小锅 凝固开水下锅 焯水5分钟 捞出锅凉水 拧干水分 热油 放葱蒜炒香 放平菇翻炒均匀 加适量盐 少许蚝油 少许蚝油 少许酱油 适量自然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自然平菇做好了 好吃又好做 喜欢小勇的视频 请关注我 咱们明天见 大家好,我是小勇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养生汤 常喝可以健脾润肤去黑斑 咱们开始制作 黑木耳用温水泡发 下锅 放黑木耳 放黑木耳 黑木耳泡发好 要多清洗几遍 我这个是洗过的 盖盖大火煮开 煮开后搅一搅 转小火熬20分钟 20分钟后加红糖 加枸杞 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 所有的材料没有准确的量 大家适量添加就好 黑木耳红枣汤做好了 天气凉了 大家一定要多喝 喜欢小勇的视频 请帮忙转发点赞 也请大家关注我 咱们明天见 大家好,我是小勇 今天跟大家分享四起丸子的家常做法 咱们先剁馅 加葱花 加椒末 加适量盐 少许胡椒粉 加生抽搅拌均匀 搅匀后给馅打水 第一次少加点水 顺着一个方向搅至上劲 上劲后第二次打水搅至上劲 打过水的馅非常粘 非常有劲 加胡萝卜沫搅拌均匀 打好水的馅最后加蔬菜 不会出水 馅调好了 咱们先热油 小火热油 准备点淀粉摊平 准备点淀粉摊平 把肉馅团成丸子 在淀粉上滚一滚 让丸子薄薄的裹上一层就行 油温五成热下丸子 丸子比较大 全程小火慢炸 防止炸糊了 炸到过程中要不停翻滚 让丸子受热均匀 炸至金黄后捞出 再次热油 放花椒 葱丝 姜丝 炒香后加适量水 加适量盐 适量生抽 放入丸子大火煮开 煮开后转小火炖10分钟 准备点淀粉汁等会勾芡用 10分钟后捞出丸子 开始勾芡 汤汁浓稠后浇在丸子上 放点香菜点缀一下 自己丸子做好了 招待朋友倍儿有面 喜欢小勇的视频 请帮忙转发点赞 也请大家关注我 咱们明天见 大家好 我是小勇 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们家乡做芥菜头的做法 咱们开始制作 芥菜头擦丝 擦细点的丝比较好吃 热油 油热放花椒炸香 炸香后放芥菜丝翻炒均匀 把芥菜炒均匀 炒均匀就可以出锅装平了 这种菜炒至三成熟就行 趁着热气装平 装好后压一压密封保存 三到五天就可以吃了 保存的时候放在阴凉处 或者在冰箱冷藏 开盖闻到一股熏辣熏辣的味道 就证明做好了 芥菜丝做好了 放三到五天就可以吃了 吃的时候放点辣椒油更好吃 喜欢小勇的视频 请帮忙转发点赞 也请大家关注我 咱们明天见